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舞台 真的是好久不见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见面礼 就是我上铺的兄弟 对 他一会儿就会上台 让大家开心开心 乐呵乐呵 对吧 这个男人嘛 独乐乐不是重乐乐 今天大家都在聊存在感 我作为一个女性 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最有存在感 漂亮的对吧 有气质的对吧 说脱口秀的 不要再说我了 都不是 其实我觉得女人呢 想要有存在感啊 最归根结底的一点 就是要经济独立 要有钱 就你千万不要相信男人跟你说的什么 我负责挣钱养家 你负责冒美如花 你相信我 就算你再冒美如花 他看你时间长了 怎么看你都是如花 就是你晚上就回家 老公我回来了 不要叫我老公 先把手从鼻孔里拿出来 当然我说的有钱呢 不是败金 而是要经济独立 因为我觉得女人只有经济独立呢 你才会对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感 而且就算是你结婚了 你就会发现啊 两个人在生活中是很不对等的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他会慢慢厌倦你的美貌 但是你却很难厌倦他的金钱 你根本不可能抱着他的钱说 哎呀好烦啊 每次他们都是一样的钱 就没有那种新出版的图案 不太一样的人民币嘛 而且呢我跟你说啊 女人啊即便是美貌 也需要你的经济实力做支撑 因为你可以买很多衣服啊 护肤品啊 半美容卡对吧 那俗话说得好 没有丑女人只有穷女人 就你别看吴欣现在长得漂亮啊 你都不知道他以前没钱的时候啊 有多年轻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婚姻中啊 两个人的相处 其实归根结底是经济实力的比拼 你看很多父亲闹矛盾了对吧 都是女方要回娘家 我觉得很凄惨 凭什么对吧 而且那男的他不去找你 你还不好意思回来 那我觉得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就可以跟他说 这是我的房子 回你的娘家去吧 Go home 这个时候呢 我老公就会有个道歉 他说 哎呀我一个大男人 回什么娘家 这里不是娘家 圣死娘家 而且如果你没结婚的话 那经济独立就更重要了 你想想 为什么很多男人相亲的时候 特别喜欢标榜自己 有房有车 哎呦真的很烦这种男人 但是呢你想想 如果你没钱的话 那有房有车四个字 是不是像滤镜一样 蒙蔽了你的双眼 哇你看他你就会觉得 哎呦这个人除了人不行之外 其实他都还挺好的 但如果你有钱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 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 哎你就可以像我一样 找一个好笑的男人 对吧 他挣不挣钱有什么关系 他只不过是个男人啊 对吧 那想当年那谈恋爱的时候啊 我的闺蜜就选择了一个大款 而我呢 选择了没房没车的乘路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我觉得我是独立女性嘛 我要找到自己喜欢的男人 对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果不其然 我的闺蜜过得比我幸福多了 但是我不后悔 每次想到这些呢 我都会留下两行独立的泪水 当然我跟我老公 现在在一起很开心啊 我俩其实是非常恩爱的 就是以前我老公 老是不爱工作嘛 我天天催他去上班 他每天上班出门的时候 都会撞过来跟我说 哎不上班行不行啊 我说你不上班 我养你啊 对啊你养我啊 但是我经常觉得啊 这个社会其实对女性 非常的不友好 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如果女人没有钱的话 她觉得你没有存在感 但如果你太有钱呢 她们就会对你有偏见 你想想啊 女人一旦有钱 是不是就会自动 获得一个称号什么 富婆 你听这个名字 又老又有钱 你就感觉 我觉得下一步吧 就是找你中金求子 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女人呢 不管婚前婚后啊 都一定要经济独立 一定要好好挣钱 存在感不是刷出来的 是挣出来的 就是女人啊 不要问男人 能给你挣多少钱 好好问问自己 能给男人挣多少钱 好吧 不说了我挣钱去了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我跟他们关系也不怎么样 大家我是斯文 今天呢 大家都在讲父母啊 但我想说一下 我的家庭其实比较特殊 就是我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离婚了 就小的时候 每次别人听说 我父母离婚的事情 都会跟我说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就你知道时间长了 我就会觉得这句话很酷 就每次跟同学吵架的时候 我就会甩出这个大招 就我同桌每天 你往那边超线了 我父母离婚了 对不起 但你知道 其实有这样特殊的经历啊 你会觉得还挺好的 因为你很容易拉近 跟所有人的关系 就小时候啊 每次别人听说 我父母离婚的事情 都会说 这么大的秘密 你都愿意告诉我 我都没有什么秘密 可以跟你交换 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大家不知道 其实我已经告诉了所有人 虽然当年啊 父母离婚的人很少 但我觉得我们家 跟别人家也没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家 跟别人家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家的相册 就你翻开我们家的相册 你会发现 有一个人是被抠掉的 所以你知道 小朋友每次去我们家 看完我们家相册 都会问 你妈怎么那么喜欢 跟一个窟窿合影呢 我妈其实一直对她离婚 这个事讳莫如是呢 但是我觉得 父母如果离婚了 你就应该及时告诉孩子 因为你即便不告诉她 她也什么都懂 就我妈经常这样 有时候会带一个叔叔回家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 每次这个时候 我就会像领导 突然视察工作一样 突然冲出去 哎呀 我说这是谁呀 然后两个人很紧张 蹭站起来 然后坐坐坐坐 然后那个叔叔还给我寒暄 哎呀 这个孩子这么大了 上几年纪了 这个学习好不好呀 那我毕竟是我妈的娘 娘嫁人嘛 对吧 那我就跟她说 我说 我去拿点水果 你们两个年轻人慢慢聊 我说妈 你不需要给我五块钱 让我出去买点吃的吗 然后旁边那个叔叔 还特别傻 还教育 我说 哎呀 小孩子 勤俭节约 不要乱花钱 我听了特别生气 对不对 我说妈 我觉得还是那天 那个张叔叔好呀 你看张叔叔 还给我们带了那么好的老村长酒 对吧 纯粮酿造 真材实料 是真正的硬盒好酒 记错了 好像是之前那个李叔叔带的 我甚至可以知道 我妈感情生活的详细进展 你知道有时候 我妈会带一个叔叔回来 说叫爸爸 我说爸爸 没有丝毫有欲 习惯了 过了几个月 我说 爸爸呢 我妈说 以后不要再叫他爸爸了 我说 好嘞 习惯了 但是我知道 其实我的爸妈呢 都在默默地互相关心着对方 就是特别是 他们每次听到 对方的坏消息的时候 就你知道 他们都会强烈着 安排着心中的喜悦 做生意赔了那么多钱 好惨 所以每到过年 我都会给他俩 带来一些 对方的坏消息 让他俩开心开心 就像那首歌里面唱的 爸爸的烦恼 跟妈妈说说 妈妈的事情 向爸爸谈谈 但我觉得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 最可怕的 不是父母离婚 而是父母跟你说 我们不离婚 是为了你 就真的很吓人 对不对 你知道还有很多父母 为了孩子的学习 还互相约定 孩子高考结束之后 才能离婚 对吧 听起来好像离婚 是庆祝高考的一个仪式 孩子考上清华了 离婚吧 双喜离门 而且最 最尴尴尬的就是你想想 你没有考好 你要复读 他们复婚 你说你复读这一年 压力大不大 对吧 你的父母天天鼓励你 孩子 今年你可要好好考呀 爸爸跟李阿姨 妈妈跟张叔叔的幸福 可全在你手上了 一人考好 四驾幸福 当然我说的比较夸张啊 但是我真的作为一个 单亲家庭的孩子啊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 父母离婚 其实不是什么天大的事 但他如果骗你 那才是最难受的 对吧 所以其实我现在已经想好了 如果我离婚的话 我告诉不告诉 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一定会告诉孩子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四文 感谢四文